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立法院裡面 還有一個焦點 那就是陳光誠 陳光誠雖然是眼睛看不到 但是今天立法院 實在是太熱情了 這種像廣播劇一樣 他從頭到尾都可以聽到 這麼激烈的這種效果 你看他在現場 他真的感受到了 所謂的民主嗎 我覺得他很興奮 就是說看他那個表情 他沒有看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他完全就是感受到就是說 因為他進場之後 民進黨立委還 同聲呼口號 歡迎人權鬥士陳光誠 所以他完全感受到那個狀況 但我相信他也有去 有人跟他講說 裡面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他感受到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其實 事實上並沒有實際的 參與民主 他其實不太清楚說 民主運作 其實這樣子也是不好的 他去比較的基準點 是用戰車坦克 用坦克 跟立委的推輯 但是我們今天去想的是說 我們除了立委推輯 我們只有贏坦克而已 還是覺得很丟臉吧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的民主 只有贏坦克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陳光誠來說 他以華人的一個心態 就覺得說 所有華人社會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新加坡 包括香港 包括澳門 這些地方都沒有什麼 民主的選舉 只有台灣有民主的選舉 所以跟那些地方比 他當然覺得說 台灣是一個很進步的 一個民主的地方 但是 就我們來講 可是我們怎麼能夠滿足 這樣的低標準呢 對 我們的民主 難道就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還是蠻難過的